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5月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,4月销售额3495.7亿元新台币,环比增加22.2%,同比增长48.1%,远超分析师预期的38%, 较上个月46.5%的同比增速有所加快。 华尔街此前提及,Meta和微软两家公司的资本支出显示出对AI产品的需求依旧旺盛,印证了该公司的光明前景,摩根士丹利对台积电股票平等为增持。 Kathy Ward木头姐旗下基金甚至买入G20万份台积电ADR,购买规模创下去年6月下旬以来最大, 这也是自去年三季度以来,木头姐从主要卖出台积电,转为显著买入的最明显讯号。 据报道,木头姐Kathy Ward近一年来首次大规模买入台积电。 这是自去年三季度以来,木头姐从主要卖出台积电,转为显著买入的最明显讯号。 数据显示,木头姐旗下的旗舰基金ARK Innovation ETF具体购买了123,587份台积电,美国存托凭证ADR。 同时,ARK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ETF买入了74,189份ADR。 报道指出,虽然ARK的基金在今年2月也曾购买过台积电,但本次购买规模创下去年6月下旬以来最大,相当于截至3月底ARK资产管理公司所持台积电股份的87。 从消息面来看,木头姐此次增值背后正值美中关税降幅远超预期,市场情绪大大改善。 此外,川普与中东三国签署的一系列人工智慧协议,也有利于台积电的业务前景,因为其实挥达的重要供应商。 从市场走势来看,木头姐的这一转变,似乎已得到市场验证。 从今年1月峰值到4月低位,台积电最多跌去37%,目前已经扳回一半以上的跌幅。 分析师预测,未来12个月台积电股价还有约11%的上涨空间。 另外,据介绍,虽然木头姐已对颠覆性技术的激进压注而广为人知,但她的旗舰基金近年来表现不佳。 尽管在截至2024年的两年间上涨了82%,但Ark Innovation ETF仍叫其峰值下跌约63%,并在过去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表现落后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。 分析认为,此次大规模买入台积电,可能是木头姐试图通过压注AI供应链核心企业,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重振基金业绩的战略举措。 在木头姐被爆出大局买入台积电之前,日前公布的13F报告显示,华尔街大佬一季度也买入了台积电。 其中,华尔街传奇投资者,由史上最伟大的赚钱机器之称的斯坦利·德鲁肯米勒·斯坦利·朱克·米勒一季度大幅增持了台积电的股票,增加了49.13万股。 使总持股量达到59.88万股,增幅高达456.93%。 断用瓶管理的HH&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一季度新建仓台积电,买入27.18万股,持仓市值4511.7万美元,占比为0.38%。 与此同时,台积电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星,虽然在7奈米和8奈米等成熟节点上获得了牵引力,据报道来自任天堂的订单,但它继续在先进的3奈米,水平上苦苦挣扎。 据韩国媒体Chosen Bees 报道,即使经过三年的量产,其300米,量率仍保持在50%,这使得三星更难赢得大型科技公司的信任。 Chosen Bees 报道称,Google的Tensor G5正在转向台积电的300米,远离三星。 正如9to 5 Google所强调的那样,据报道,这家搜索引擎巨头,已在未来3至5年内与台积电锁定了Tensor晶片生产,至少涵盖Pixel型号到Pixel 14。 Chosen Bees 报道称,Google并不孤单,高通和AMD也依赖台积电,其3奈米的90%以上良率吸引了台积电。 报道指出,苹果M5,高通,Snapdragon 8,Elite Gen 2,辉达,Rubin,和联发科,Domensity 9500,预计将使用台积电的第三代3奈米N3P工艺,并计划从2026年开始转向2奈米。 与此同时,据中央日报报道,三星的3奈米生产目前仍在内部进行,即将推出的Galaxy Z Flip 7将于今年7月推出,将配备Exynos 2500。 该报告补充说,该晶片由三星的System LSI部门设计,预计将建立在自己的3奈米节点上。 但中央日报认为,这与其说是对三星3奈米技术的赞美,不如说是削减成本的举措。 据报道,由于Galaxy S25系列依赖高通晶片,三星的行动AP成本在2025年第一季度飙升了37%,达到4.79兆韩元。 报告称,使用自己的晶片有助于三星控制不断上涨的开支。 另一方面,Chosen Base警告称,在5奈米和7奈米细分领域,中国的中芯国际也在悄然取得进展,赢得关键订单,给三星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。 根据Notebook Check的说法,华为的新款MateBook Pro搭载了70X90,这是一款5奈米晶片,如果得到证实,很可能采用中芯国际尖端的N加3工艺制造。 在此背景之下,根据韩媒Business Korea报道,三星可能要向台积电发出真正的挑战。 三星为解决代工业务长期亏损及利益冲突问题,可能拆分代工业务,以摆脱长期亏损的泥沼。 报道指出,在三星生物制药Samsung Biologics 5月下旬宣布,将其合约开发和制造业务CDMO与生物相似要Biosimilars业务拆分后, 三星可能将半导体事业代工业务拆分的议题再度扶上台面。 根据了解,三星想拆分代工业务,主因是三星半导体部门兼顾设计和生产,客户担心利益冲突。 三星作为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商,目前采用3奈米制程制造晶片,并正在实现今年内2奈米晶片量产计划,但与龙头台积电仍有差距,导致接单困难。 归咎三星接单困难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力和良率问题,但行业分析师认为还包括利益冲突,三星半导体部门兼顾设计和生产,这让苹果、徽达和高通等专门从事设计的大厂担忧。 若把代工业务外包给三星,他们的设计技术可能会被泄露,因此三星拆分代工业务被视为解决接单困难的可能解决方案。 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仍打算拆分代工业务,但新任执行长陈立伍今年3月上任后,仍延续前任执行长纪星格推动的晶圆代工计划。 总体来看,三星拆分代工业务,还渴望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,有分析认为,通过解决利益冲突问题,并在全球市场筹集资金,不但可以摆脱亏损,还可以确保公司大幅成长的动力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